儲存一些喜好設定 因為有5M的空間非常可以存 做個動作要存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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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你這個app好貼心喔 什麼都幫我存下來了 太好了 對不對 所以現在app當然也是需要做這些事情 很多開發者其實對於這些都 不會是去care那些 小地方啦 不過你會發現一個app能夠成功就是說 他在這個地方做得很貼心 而且另外就是說 你也可以盡量把這些存起來之後的話也減少重複查詢的 動作你就不用像雲端的東西他已經抓下來對不對 你下次還再去抓一次 不就要再去連線 再去等待 那如果說他已經抓下來的東西暫時就幫你放在Logo storage 也不用再去雲端上抓了 除非說這個就是要會更新 更新的話 你可能看用什麼機制去比對一下 反正一樣的就不用再抓了嘛對不對 所以Logo storage 可以有這些沒有用 但是呢 他畢竟還是key跟value他還是不是資料庫 所以如果說你 雲端上有很多欄位啊因為這個等於是兩欄 等於是 等於是一欄的資料一個欄位一個key 裡面放什麼資料 但是如果你是多個欄位的話 但是還就是不太適合 如果多個欄位資料量大的話 還需要用到那個資料庫 這個也是等一下我們要講的資料庫 大量資料用資料庫 小量資料 用Local storage 這個是原則 不過 有的時候啦 當然這是方法隨人變 沒有一定的規則 我如果全部都用Local storage 純資料可不可以 也可以啊 所以有時候我說真的 像有時候我懶得用 資料庫 反正我就全部都要塞到Local storage 反正我要讀就給他讀出來就好了 其實有沒有差沒什麼差了說真的 比如說你這個就塞一堆資料在一個key 這個key裡面就塞一堆資料 到時候就把它 在解析的時候我寫程式切就好了 可不可以也可以啊 有沒有差別 其實沒什麼差別 所以這個 變化 有時候 沒有一個 我覺得好沒有一個一個一個太 制定的方法所以這裡都好想各位先看一下這個Local storage這個章節 那等一下我們再來 實際上好來 示範一下就是說 如何去存資料 如何去抓資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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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